在一个村落里住着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里有六口人 每天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姐姐和妹妹的关系特别好 只要一闹起来就总爱吵架 经常让爸爸妈妈操心 妈妈找姐姐说 你是姐姐 不要和妹妹吵架 要让着妹妹 姐姐强忍着眼泪说 为什么大的要让小的 人不都是平等的吗 姐姐生气地走进自己的屋子 关上了门便哭了起来 这天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 只好让爷爷奶奶 在家照顾姐姐和妹妹 到了下午 姐姐和妹妹都放学回来了 姐姐正在吃着饭 而妹妹却无缘无故地跑过来 打了姐姐两下 姐姐很生气 也轻轻地打了妹妹一下 而妹妹却大哭了起来 爷爷奶奶看见妹妹哭了 只好走了过来 便说道 姐姐 你都这么大了 还打妹妹 你快给妹妹道歉 姐姐说 我不 明明是她先欺负我的 姐姐把碗一放 从家里跑了出去 姐姐来到了外婆家 便在外婆家里住了下来 不打算回家了 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几天 妹妹每天都会一个人去上学 放学回家也是一个人 妹妹觉得姐姐不在家 都没人陪她玩了 妹妹只好去找来了爸爸妈妈 让爸爸妈妈陪着自己 去把姐姐叫回来 妹妹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外婆家 他们见到了姐姐 妹妹对姐姐说 姐姐 跟我回家好不好 姐姐说 我不想回去 妹妹说 姐姐我错了 我不该打你 更不该让你无缘无故对我道歉的 姐姐 你就跟我回家吧 我再也不会打你了 姐姐听了妹妹的一番话后 心里很感动 她的心里也感到了很自责 便与妹妹说 妹妹 姐姐也有错 我本来就比你大 也不该打你的 好 我跟你回家 这时 姐姐与妹妹俩的关系 又完好如初了 只好一起手拉着手地回家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